俄罗斯自从苏联解体独立后,经历过近十年的阵痛后,终于迎来他们主人普京,正是在普京的带领下,才使俄罗斯终止内战,俄罗斯又找回了大国自信。 从普京的执政历程看,他有助自己战略计划,就如他曾经就职演讲说过那样,给俄罗斯一个奇迹,如何给俄罗斯奇迹? 从普京执政上看,一些苏联时期的好传统又回来了,一些被丑化的人物有了客观的评价,俄罗斯民众才发现,苏联时期并不是都是错的东西,也有美好的回忆。 普京在其施政过程中,既有自己独特打法,而且也从不忘记自己人生中影响和帮助过他的人,比如普京的导师所不恰客,普京敢于冒住坐牢的风险救老师,足以看出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。 正是因为这一点,叶利钦才选普京当接班人,克格勃之父,普京还对自己从事过特工工作有助深厚的感情。 我们都知道,普京是苏联克格勃出身,克格勃这个已经被俄罗斯否定的组织,普京执政后又回来了。 普京被叶利钦任命为俄罗斯安全预性常识,普京第一天上班就说过,又回家了,虽然克格勃是世界文明的特工组织,但克格勃的创始人却显为人知,此人就是号称克格勃之父的杰尔仁斯基。 他是普京一生折服的人,虽然两人相隔几十年未曾谋面,但没有杰尔仁斯基创立的克格勃,实际也就没有普京。 杰尔仁斯基并不是俄罗斯人,他是波兰人,他很早就参加了布林什维克,与列宁等人早就相识,而且成为最为之己的战友。 德国十月革命胜利后,列宁交给杰尔仁斯基一个重要任务,让他创办一个与与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组织,杰尔仁斯基很快就成立了一个权额肃反委会。 这就是克格勃的前身契卡,杰尔仁斯基将该组织的任务定为,消灭一切反革命行为,并进行侦查和审判。 这使契卡成为一个特工组织和执法机构。 由于希卡的行动很秘密,当时有些人质疑该组织的合法性,并指责希卡行为不当。 但苏联领导人却坚定支援杰尔仁斯基。 列宁曾说,只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,比什么都重要。 在苏联初创时期,杰尔仁斯基领导的希卡,为苏联建立和初期稳定做出了贡献。 但杰尔仁斯基命不长,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后,他所领导的希卡就成了私事统治苏联的有力工具。 据资料记载,希卡曾在私事强力统治中发挥了作用。 后来,这个组织改名为克格伯,是苏联安全部门简称。 克格伯从希卡脱胎,却有助很厉害的特工经验,很快成为世界上有名特工组织。 克格伯成立以后,继续遵循杰尔仁斯基定的规定,要求每名成员都诸实于国家和领导。 所以,这个组织,只在苏联解体前的1991年8月19的8.19事件中,出现过背叛戈尔巴乔夫的行动。 但这次行动克格伯并没有发挥其作用。 就如末代克格伯主席克刘奇科夫所说的,只要克格伯给阿尔法一个指令,苏联将延续,历史将改写。 被全面否定,被称为克格伯之父的杰尔仁斯基,于1926年却是,他创造特工组织,却一直忠实伴随苏联解体消失。 但是,克格伯悠扬传统,却依然在俄罗斯安全部门保留下来。 有人说,克格伯组织干了很多坏事,但这与杰尔仁斯基无关。 因此,他死后克格伯所做的事情,都是为苏联领导人服务。 但苏联解体后,一些俄罗斯民众,却把克格伯的一些罪行,发泄到杰尔仁斯基的身上。 苏联解体后,位于莫斯克克格伯总部大楼的杰尔仁斯基的塑像被推倒,并污蔑杰尔仁斯基。 俄罗斯独立后,克格伯组织也被大写八块,原属于克格伯的一些工作被分流,并被改名为俄罗斯安全预警。 从此,克格伯成为一段历史,杰尔仁斯基也被俄罗斯人遗忘。 但就俄罗斯人全部否定苏联,否定吉尔仁斯,以及否定克格伯的过去的一些行动时,有一双眼睛始终在注视着俄罗斯的变化。 这就是普京的眼睛。 从资料记载看,普京与苏联解体后,面对时局的变化,他不得不退出为之奋斗六年的克格伯,能否重生? 2000年,普京曾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,一个人能抵一支军队,这是我选择当克格伯的念头,此时普京已经是俄罗斯总统,他再次向世人表达自己对老东家的感情。 2004年,普京下令,重新给吉尔仁斯基树立雕像。 2014年9月22日,普京再次下令,恢复俄罗斯内务部特种部队吉尔仁斯基师的称号。 有人说,克格伯又重生了,其实,克格伯一直就没有走,只是改头换面,成为捍卫俄罗斯安全组织。 普京为何重塑吉尔仁斯基?普京为吉尔仁斯基树立雕像。 不仅因为他是克格伯的创始人,还因吉尔仁斯基建立克格伯的理念及功绩,被所有克格伯成员尊敬。 在原苏联克格伯大楼前的吉尔仁斯基雕像,意义不同。 因为俄罗斯美名情报特工人员入队前向吉尔仁斯基宣誓。 看来,普京重塑吉尔仁斯基雕像。 向事人宣称,苏联的东西并没有丢弃。 重新找回优良传统。 苏联解体后,俄罗斯也在积极找寻自身发展道路。 但旧的制度打破了。 新的制度却并没有在俄罗斯建立起来。 俄罗斯突然闯入市场经济后,一点经验都没有,致使俄罗斯受到了重创。 普京当总统后意识到这一点,既然新的特色发明不出来。 老低传统又丢失,俄罗斯必然会走下坡路。 所以,普京才重新捡起苏联时期的一些传统与制度,重新凝聚民族的向心力。 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德罗比亚兹科曾说过一句话。 俄罗斯面临国际国内形势很复杂。 民众怀念杰尔仁斯基这样的提案人物也属正常。 欢迎各位看官批评指正。 文中配图来源网络。 版权归原作者。